什么亲情、友情、爱情 没有钱 一切都是无情 什么人才、奇才、天才 没有关系后台 一切都是木材 什么山珍海味 荣华富贵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切都是浪费 其实人呢 所有的烦恼都源自于 没钱 人所有的励志 基本目标都是为了挣钱 所有幸福的人 基本上的状态 都是有钱 所以 没什么不能没钱 有什么不能有病 动什么不能动情 因为感情 它就像沙漏 只要你心里张满 那么你的脑袋就空了 其实人生所有的烦恼 就是十二个字 看不透 想不开 放不下 忘不了 钱没有脑袋 钱没有脾气 却有很多人为了钱而发脾气 钱没有性格 却有很多人为了钱而改变了性格 钱没有立场 钱没有立场 却有很多人为了钱而改变了立场 钱不偏心 却有很多人为了钱而偏离了良心 钱没有感情 却有很多人为了钱和你谈感情 钱有价值 钱有价值 却有很多人为了钱而失去了价值 钱没有对错 只有真假 而人知道对错 却难变真假 所以如果人没有了人品 就算手上再多的钱 人也变得不值钱 但是钱还是挺值钱 所以钱重要 人品更重要 健康和平安最重要 对不对